全部停滿可以停兩千多台 服務二十年的資深員工 來到停車場感慨人是已非 因為在過去光是這一層 就可以停滿兩百台車 進來譬如說四百台 回來也四百台 每天都八百台 看看疫情前 停車位可是一味難求 不過疫情爆發以後 則是一片空蕩蕩 本來二三次 現在每天只派兩個一個人 你長期跟他拖的話 我們員工也沒辦法 一個月領不到 對不對 一萬塊錢 搭機旅客銳減九成以上 今年二月起 更是沒有乘客搭乘接駁車 周邊時間停車場也陸續關閉 往年出國旅客多 一併帶動周邊停車場業績 不過最大的五幅停車場 已經結束營業 另外還有鄰近的友達 都都房 以及一號停車場業績也直線下滑 因為剛好是武漢隊 然後剛好又遇到機場航空車徵收 所以說土漢肺炎疫情 對我們的停車場影響幫忙很大 強調並不是倒閉 而是受到疫情影響 加上因為航空船的土地徵收開始作業 停車場撐到六月份 才下定決心資險員工 就連索困補助都還沒有領到 而受到疫情影響的可不只停車場 還有看飛機的景觀餐廳 以及美食街商家 生意都受到重創 在疫情仍然險峻的這一刻 投機周邊產業就像這些空蕩蕩的停車場 已經進入了寒冬期 三立新聞 林鴻宇 黃恩林 桃園報道